作詞&字幕 李宗盛 正面 然後 他的心臟的膏漏會跟我們不太一樣 他的心臟我也不知道 他的心臟會從前端中灌他的全身 然後他會是屬於那種長條狀的 然後呢在心臟的地方他會有很多個胸膜演成出來 然後在心臟的地方呢他會有開口 像現在我們這樣子啊 這樣子要看啊 我們先來看一下昆蟲的構造 昆蟲的構造 請問你們這樣看的是什麼 昆蟲 我們來看一下昆蟲他的特徵呢 昆蟲的特徵是有哪些特徵 六隻腳 雖然是有這門 有了 你走開得好軟喔 是下 Eti 是下 Eti 要出擊 要出擊 翅膀 翅膀有幾對 好,現在呢,我從冰水裡面把蟑螂拿出來 然後我把它擦乾 把它擦一下 擦一下,把蟑螂擦乾 然後放到我們的培養棉裡面去 放到我們的培養棉裡面去 有沒有發現現在蟑螂變得蠻乖的 超乖的 好,好像不會動了 好,那現在呢 現在我們來觀察一下蟑螂的構造 觀察一下蟑螂 第三隻腳 第四隻,第五隻 第六隻呢 在這裡 第六隻 剛剛不小心斷了 好,沒關係 但是我們最前往知道昆蟲應該是要有六隻腳的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昆蟲除了六隻腳之外,牠還有什麼特色 頭、胸、腹、三節對不對 那頭在哪邊 這邊 一對腳躺在前胸 有沒有看到 把這個 螢幕上面的畫面 跟你的肌肉做一下一對 好,發現三對腳都躺在胸部 那更別呢,你在前胸、中胸、還有後胸 你們都要來出群的戰鬥 代表,我會 字幕上說 你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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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奧義全都成功 我之前跟大家講過 那這一隻蟑螂雖然大家不是很喜歡牠 但是牠也是一個生命 對不對 他也是一個生命 假如他沒有來干擾我們的話 我們是不會去殺他 那今天他沒有來干擾我們 為什麼我們要殺他 因為為了滿足我們 享受於科學的熊醫師 我們的好奇心 我們必須要了解一些科學概念 所以今天他為了我們的實驗 然後會犧牲他的生命 好可憐喔 好可憐喔